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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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是期待预期 所以像这个保证期待预期 外国会写这个文章 用这两个意思我们一般看不太懂 贝尔尔一般就是大的圆筒 贝尔尔就是像那个进口石油 石油是黑色的 体力外才是无色 无味 大圆筒或者是大圆筒的量 所以大圆筒装石油 或者是一些船上可以摆苹果 摆什么 摆面粉这些 可是我们看美区 常常不见得只是大圆筒 一身 可是枪管 所以枪管不管长枪啊 手枪啊 就是贝尔尔就是枪管 然后眼神变成像管子一样 长长的管造物 然后Bark这个字 有几个意思比较特殊啊 像Bark一般是狗叫 不管名字动词都可以叫狗叫 狗叫声音 狗吠叫 人叫也可以啊 但是它的意思就说乱叫 不是正常的叫 像狗一样叫笑 就是你乱喉乱叫干嘛 这个意思啊 然后也有高声叫卖 反正声音很大 高声叫卖 也有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比较奇怪 也变咳嗽 因为你大叫 后面就咳嗽啊 也可以咳嗽 但这个当然用的少一点 这是动词的部分 然后名词有些特殊啊 名词除了狗叫的声音 或者人乱叫 鬼或鬼叫 这个没有问题以外 Bark也是树皮啊 这个常用 所以不一定是狗叫声 人叫声啊 它也是树皮Bark 常用 它跟那个叫的声音啊 这完全没什么关系 然后最特殊 它有一个是小舟啊 青舟啊 不是大船 小舟啊 可以这个 有一个 有一个船夫啊 在上面 姚甲啊 青舟 这个用出来的话 我看 大部分都不知道 像Baron这个字 也是有几个意思 很特殊啊 Baron一般就是男爵嘛 公后脖子男嘛 男爵 然后呢 也可以是打财主 很有钱的人 大老板 有钱人 或者有的 有钱人 不一定大老板啊 大地主啊 然后也可以是工商业的巨子大亨啊 台积电老板啊 这个 苹果电脑老板啊 这种 然后这两个比较特殊 确实比较少见 可是少见不等于每一件啊 就英国上议院 上议院就是贵族院啊 下议院就是平民院啊 就像美国 参议院就有点像 罗马时代的贵族院啊 就像引火上议院啊 众议院就像下议院啊 平民院 上议院的议员 你看男爵嘛 尊贵的人嘛 然后这个很特殊 也可以是牛腰 牛腰那边的 比较嫩一点的肉啊 油花比较多的啊 这个很特殊啊 那贝斯呢 一般就是说底部嘛 基座啦 底部啊 也可以是基础啊 也可以 也可以变更基地啊 差不多也可以 那贝斯呢 后来也可以当军 军事的基地啊 军队啊 军事上基地啊 这个大家也清楚 然后也可以是棒球的 一雷二雷三雷啊 这个大家 这个喜欢 男的 喜欢棒球也知道 然后也可以数学上的 底边啊 多为一个这个意思 啊 这是 这是名词啦 那军词呢 就是根据啊 以什么为基础啊 也是衍生过来的 或设立基地啊 然后 贝斯最特别是 它也可以当形容词用 啊 形容词你看就很特殊了 就是很卑贱的啊 卑鄙的 恶劣的 或卑贱 但卑鄙跟 卑贱不一样 卑贱通常是比较没钱吧 社会低于低 而卑鄙也可能是大人物啊 卑鄙啊 然后又引申出来就是像酒啊 或者是食物啊 或者甚至你说不能吃的 比如说油漆啊 或什么材料啊 这个装潢啊 木头啊 这些啊 劣质的啊 像酒不存的啊 所以这个贝斯意思啊 也不少 像贝斯一般就盆子啊 不管水盆啊 洗电盆啊 都是盆子啊 盆子 贝斯 然后呢 盆地啊 盆地就是 就是有一点凹 也不一定凹啊 像台北是 台北是台北盆地啊 台北也不一定地凹 就是旁边有山嘛 就感觉上比较凹进去啊 盆地 然后又流域啊 流域就是大 比较大的河嘛 小的河就不会讲什么流域 大的河 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就是它旁边支流衍生出去啊 陆地也算了 也可以当你看 Basic除了水盆以外 洗电盆 也可以当流域 也可以当盆地啊 这里跟盆子 都有一个盆子 此盆非彼盆啊 也可以当内弯啊 弯是水嘛 所以这个Basic 第一个就是 也像盆子一样 有点好像凹进去啊 或者旁边比较高 第二它跟水有关系啊 所以它也可以水坑啊 水池的意思 那Basic啊 这也是蝴蝶音啊 大军是Basic 它动词啊 它只能当动词又没有名词 就是取暖 Basic就是暖和的意思啊 本来是晒太阳的意思啊 取暖啊 这边啊 这边没写上去 我们讲说晒太阳好了 晒太阳啊 它原来的意思就是 大太阳你在下面啊 就是很暖和啊 然后也很舒服嘛 取暖很舒服嘛 尤其冬天 太阳光光出来很舒服 就变得喜欢享受啊 感到舒适 其实这两个意思一样啊 然后受宠啊 又衍生出来啊 被人家说宠爱 然后呢 这个 呃 我们讲的Bastard好了 Bastard 我们一般是讲这个 这个 骂人的话 我妈蛋 Bastard 我妈蛋 好像用的比较多 可是它原来的意思不是啊 它是衍生出来的啊 所以一次多一都有一个 最早的一个意思 然后后来其他衍生啊 那英文程度不怎么样 就搞不清楚啊 英文程度好就知道 比较原始的意思 它最原始的意思是 私生子 这最原始的意思 非婚生子与私生子 而私生子 没有地位嘛 有的时候这个 缺乏父母的照顾啊 爱护嘛 因为私生子嘛 有时候胡告杀告 慢慢就变成王八蛋 所以Bastard 不是只有骂人的话 他原来也是私生子 所以外国人写文章的时候 他说他是一个私生子 他的意思是指 那个爸爸 这个男的啦 老公啊 跟外面的小三啊 或什么生 他指的这个意思 这时候你就不能当他妈妈的 私生子搞不好也很好 这很好也不一定啦 所以这两个分清楚啊 所以Bastard有这两个 不太要的意思啊 这些矫正